你好,我是苏谷田马 这几天,好多人给我联系 看过那个借强的那个观众都鼓励我 谢谢你,非常感谢 然后,这几天最近有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发短信 给我打电话 都担心我家人关心日本打地钱的那个事情 还有我的博客里,在微博,每天有很多信息 大家都担心我家人,还有担心关注日本的这个大灾害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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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发了报言 说,what can I do for this? 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国外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但是想不到 所以,我问了大家,我应该做什么 然后,好多人都关心 就是说,有人想那个什么 那,说那个能祈祷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祝福日本,然后祝福那个大家的平安 然后,我看了那个大家的消息 也想起来,我以前还写过一首歌 这首歌叫挪博的 一文中文说,就是五国境的意思 那么,这首歌的那个大意是 一个宇航员去宇宙回头看我们的地球 才发现,地球本身没有国境线 但是,我们学过的课本书里面的世界地图 上有很多国境线 但是,我觉得我们心里里面 也没必要国境线 国境呀,民族呀,文化呀,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 全世界,大家都有共同的东西 是爱情,爱家人,关心朋友,珍重朋友 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非常珍重的东西,我觉得 所以呢,虽然我唱得不好 但是,我这是我自己写的那个歌 然后,歌词内容是我的建议 我希望,我希望大家听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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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